我先講我們現階段 那我在講說當初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Blink就是一眨眼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們是Target 本來是要做Mobile Payment這部分 那行動支付 那現階段我們在做的過程中發現就是 其實你當你從現金換成信用卡 然後信用卡再換成這個 其實都有一個叫做Behaviour Change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馬上把錢 就是比較sensitive 不要你會很care的事情 馬上變成一個電子化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現階段的部分是比較針對是說 你錢包裡面除了錢這一塊呢 其實還有很多票券卡 那我們把這個所有東西就是把它電子化 那這是我們目前在做的東西 那這個是因為其實我們 我是用那個我們跟台大學生會的合作 來解釋我們整個Model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把所有的電子票券卡 去做去做那個電 就把票券卡變成電子化 像是說 欸多少人有學生會卡 應該沒有 哈哈 還是根本問題就是他們學生會費很難 就是不太繳這件事情 因為本人我好像之前也沒有在繳 那基本上呢就是學生會卡 可是學生會還是需要嘛 所以我們其實幫他 其實可是這張卡很容易就買了就不再用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他在溝通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是聽了很多他的feedback 去做一些改良 然後他們也在去想說怎麼把這一些東西 更現在一向說的 智慧型手機開始普及了 那怎麼讓他就是 應用在智慧型手機 然後更多人願意來用學生會卡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為什麼他們 我們會願意他們願意跟我們合作 是因為本來是拿卡有實體的 那其實很多人先不說腳步腳籤 那接下來就是要拿卡這件事 又是另外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們幫他說是做電子化 這樣他就是可以直接 在你的信箱收到一個link 收到一封信 然後點進去的時候 你的link錢包裡面就會出現這一張卡片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跟他們的差異 就是把所有東西 你可以想要用的 都可以放在這個電子化裡面 那就是其他的 像是說喔 智卡 然後你還要有人力去做發放這件事情 都可以去做避免 那稍微demo一下的樣子 因為大家好像應該比較沒有 收到這一封信 基本上就是我們會收到一封信之後 那他會有一個 就是說取得卡片 那取得卡片之後 你會 事先當然你一定要先註冊 做這一個帳號 那你就會看到 說喔 已經綁定 那接下來就是 你的卡片就會出現在錢包裡面 所以基本上的概念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這裡面的話 東西就是看 每個廠商怎麼去做應用 那基本上就是像說 有很多的優惠資訊 或者是很多的像活動的訊息 都可以在這一張卡片裡面去做呈現 像是實際上的 台大學生卡是長得這樣 那當然他們也就考量到說 那如果沒有智慧型手機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這一點 其實有人挑戰我們 那也是為了客戶好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事情 沒有perfect solution 我們只能說選擇自己做 就是相信自己做的 我們還是有一個叫 列印輸出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會挑戰說 那你這樣不會得退盧嗎 就是又一挖鈴 然後又有紙本 可是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是我們每次廠商都一定會遇到 就是雖然 smartphone很普及 可是還是有人沒有 那你這其實處理議題不好的話 會變成是一個歧視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替代掉 那另外是還有結合那個學生證 因為我們的 它其實也是可以用學生證B 然後去結合你相關的資訊 那所以說像學生會卡本身會有的 就是你有一堆的那個 優惠資訊可以直接從就是畫面中去呈現 那另外是說他們有其他活動 像我覺得台下學生會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 應該是說 不知道是訓練還是教育的背景 像我們接觸了一些學生會之後 我發現台下學生把這一套系統 發揮了淋漓盡致 就是可能也是 我也不知道是人的關係還是怎樣 就是他們很會去想說 既然我們的合作 我們怎麼去把它發揮到最好 像我們本來沒有跟他提的是集點活動 他們就說 欸我們有集點活動 那我們辦很多活動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他去就是逼一下逼一下 然後就是push他們說 可能電影節要去啊 那什麼食堂的也要去啊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push他們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只是說會配合那個商家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的概念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會有一本平板 然後基本上不管是列印出來的 或者是你是APP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QR Code 那基本上就是你不管是什麼卡 或者是什麼活動 同一個QR Code 然後去掃的時候就是會可以進一步使用 那另一個階段是我們配合可能學生的話 其實有學生證或者是悠悠卡 因為有些人沒有智慧型手機 可是在台北悠悠卡是可行的 就是他也是可以綁悠悠卡 可是這個Solution到了南部就不 不work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想到所有Solution 然後你想要怎樣做都可以 這是我們目前的方向 所以啊對 所以其實他像學生也可以即時查說 他現在兌換然後集點的狀況 那另外是說我們其實本身 所謂票券卡是剛剛集點卡跟會員卡的概念 那我們本身有一個叫做票的概念 所以這為什麼我們在我們網站上 你可以看到一個叫活動平台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辦很多活動 那基本上這其實是 我們會選用從活動去做切入 是發現活動的人比較能夠去配合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一開始接觸廠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第二個Question說 喔雖然知道很多人用智慧型手機 可是誰到嘉義的時候 是真的會把手機想要拿出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是很Question這件事情 因為對於他們的話消費者比較大 那其實對於廠商的話 反而是一次性的影響力是大的 那至於他選擇怎麼樣入場 其實你觀察是參與者 參與者其實就要下去做配合 那所以我們就把當初的廠商會員的那一套 運用在活動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跟大約我們跟活動朋友差異 就是這其實是一個我們訓練的一個過程 可是他不是我們最終的產品 他我們產品還是希望說像 像焦點會員卡好了 他基本上其實就是有發會員卡 等一下就是我們會有自己的電子票券 我們修一下那個 這是一般的 所以像會員卡這件事情 其實會員卡就是要讓他享受到privilege的感覺 跟別人不同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卡片跟票券電子化之後的好處的應用 就像是說他其實是有電子卡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我們系統上辦活動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買到就是有特別價格的票 那其他人你不用怕他買得到 因為其實他就自動就所做了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電子的票券卡是交互去應用 所以像類似這樣子的方式去做操作 那另外是說就是也把一些更多的東西 像是電子化理論上要有的優勢 然後表現出來 像是你可以即時查 然後入場你可以即時知道 那這些會員的資料接下來是 你有興趣的時候你可以去 或者是結合幾點卡有點像說 他可能對這次的焦點有興趣的話 他可能對下一次的焦點 或者是別的區域的焦點有興趣的話 其實基本上這個是一種會員的系統 所以我們是有點像是把這個 幾個卡片的Core Competence 結合起來再做這一整套的這個服務 像是就是類似這樣圖表呈現 那我們就是這幾次有跟不一樣的廠商去做合作 像... 欸,有人看到台在B5嗎?去年沒有 好,反正就是當初也是有B5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進場 那或者是營隊的報名 或者是像店家配合的那個集點卡 那另外是就是有一些跑光活動 那我們就是會結合幾鈕 其實這我們還是目標一樣 就是Mobile payment這一塊 只是我們現在就是結合不一樣的服務 來做這樣的開始引導這樣子的概念 對,所以其實福大也有 可是福大好像大家更不知道 那就是會有一些學生會卡 還有其他陸續有別的學校會上一家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剛剛提到的一些活動 對,那另外我們是也在開始一些賣票 正式賣票的,像...欸,我們可以請教一下 就Roddy的特展 就是跳跳馬特展 對,我們就是有開始往比較... 像比較大型的展覽去做連結這樣 然後因為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另外一個方式是說 你有優惠,學生會卡的話 甚至我們幫你談這些廠商 你就可以想優惠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整個串接 那對,就是類似的經驗 那我簡單就是剛剛有稍微sub introduction 那我再簡單講一下當初 其實我就是磨練背景 然後那一張可能感覺很... 呃...比較好看 因為那時候是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是做model的 然後那時候是走髮秀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人生就是 有一些經驗其實不管好壞 就是都多磨練是對你 不管有沒有創業 或者是進入大公司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最艱辛是說 人生之中其實就是 每件大小的事情就是像一小顆的珍珠 當它穿在一起 你才會發現其實它是一串很漂亮的珍珠香耶 可是你當下你其實都不知道 就是這整個過程 那就是不管是什麼事情 就努力去做這樣子 yeah,然後因為其實對 就是簡單 我自己的期許是這樣 要不用了 你會知道 我會想請你 你會想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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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請你 我會想請你 都會想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